台中从4月6号开始要采取分区的公五亭二用水 各大五金百货开始出现了抢购水桶情形 我们实际到百货商场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民众前来采买 业者也说了这几天业绩明显提高 今天是来买什么东西 水桶 最主要是要做什么用 除水因为接下来停水 对对对 所以想说先买起来 会不会很担心说水不够用 会因为它是连续两天 所以想说要买两个 今天大概买了什么样款式的水桶 就大一小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所以 应该这样两天应该够用 你是打算要买大概几个桶子这样子 两个啊 两个 觉得这样子两个可以入过现水的那两天这样子 应该是暂时我们家人口比较多 所以它会不够用 4月6号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所以你这样子买三个 这个是几公升的啊 我也不知道 就买大的就好了 买大的 哦 你如果到时候再买炮水桶就想去买光了 目前的话因为准备要公五停二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民众购买的话 大致上是以这个圆形的这个万年筒为主 那做生意的话 目前就是都以这个方形的 方形的不利筒为主 那目前大致上是这两种 对那外加的话水漂的话部分也是会有一些 对目前今天大概今天昨天 这两天 哦销售量都还不错 大概大概都有成长六到七成 台湾正面临这56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中南部多座的主要的水库蓄水量都够急 台湾台风论坛脸书专业 剖出了绿色和平组织 提供的卫星空拍图 对比了2019年跟2021年的增文水库的卫星图 可以发现其实这两张照片呢 这水库原本的蓄水量是很充沛的 但是只过了不到两年时间 蓄水量的面积大幅的缩减 让网友一看都几乎根本沙漠化了 你看上面这块都不见了 2019年11月10的增文水库蓄水量 百分比分别是65.6%当时 但是现在到了这个今年二月 增文水库只剩下14.9% 全都是因为受到了2020年的降雨量偏少的影响 而现在德基水库跟宝山第二水库 蓄水量的百分比早已都跌破了10% 这也就是为什么 包括了新竹 苗栗 还有台中地区 是目前台湾本岛缺水最严重的区域 好 如果您是这个新竹 苗栗或是台中地区的观众朋友的话 赶快刷一排螃蟹告诉银秀 提醒您要特别注意 因为接下来恐怕这水情短时间内并不是这么的乐观 而经济部其实宣布包括了台中苗栗的水情将在4月6号要转为红灯 红灯注意了实施要分区的施工水供五亭二 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今天就紧急地加开了第三次的灾害应变中心工作汇报 他表示说工艺民生用水的净水设备已经从一步增到了十步 希望在水情展红灯前能够做好万全准备 中央经济部已经宣布了台中跟苗栗是第一波要来进行停水的区域 从4月6号清明节过后台中跟苗栗会分区供水 所以今天我们临时紧急加开地方的抗旱应变会议 在今天的抗旱应变会议里面 第一个我们感谢中央包括自来水公司包括水利署等等都有派人列席 第一个我们表示感谢 那第二个呢我们在今天里面也集思广益 那我们也做了几个结论 第一个呢我们要加强宣导 因为昨天中央才宣布 那现在很多的民众还不太清楚这个资讯 甚至也不太清楚要怎么分区供水 所以我们今天跟中央一起达成一个共识 透过中央的管道我们地方的管道 那分别来进行宣导 请民众能够节约用水 那能够这个加强因应 节水备用等等之类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加强这个宣导工作 那第二个工作是加强水源的调度 那在这段清水期间 那除了一般民众自己要事先除水起来的话 那也布置了这个中央自来水公司在地方也布置了一些这个取水点 那会由台中市政府也派出消防车来运载车这些水 那这些水呢是供这个临时紧急用的 那第三个呢我们今天台中市政府也提供了中央我们还有一点点水源 是有地方自己不在中央的范围内 这个出水那不晓得它的品质怎么样 因为自来水要中央验证过后 那才可以提供给民众 这是中央有水权的 那这样的话除了这些临时的供水点之外 还有一些井可以用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有很多的工地建设公司 他们已经表示 他们非常的有爱心 他们表示说他们的工地也愿意提供场地 提供水源 因为工地在进行当中会有地下水的渗出 他们愿意提供 那我们也已经把相关的资料 这些工地提供给自来水公司 中央自来水公司 那也希望经济部自来水公司早日派员 到这些工地来会刊 那早日到这些工地来架设设备 那因为这些设备都不难 那这些自来 这些这个地下水渗出的部分呢 还可以使用 那我们也把这些水源的地点 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有提供给中央了 台中跟苗栗是缺水的 我们需要这些进水设备 所以我也拜托今天 中央列席的同仁带回去给中央 这些在其他县市不缺水的区域的 这些QW净水设备 希望能够在4月6号之前 调到中部来 那然后让我们可以建置起来 那因为中央给我们的石布 所以这几天才核准 这几天才核准 所以还必须经过招标程序 才能建置 可是在其他的县市 现在不缺水的城市 有这些QW的设备是备而不用 过去中央放在那边备而不用的 那可是呢 其他地区现在灯真的不需要用 那是不是可以先调到苗栗跟台中地区 那这是我客人的请托 好 其实来关心这两天 全台湾是有雨的 不过中南部有进账 但是却进得还没有办法解决汉象 包括了这是仁义潭水库的蓄水量 只有31.81% 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 只剩下32.73% 曾文水库 您看看到呢 只剩下15.46% 其实来看是这么多的这个水库蓄水量 仍然是严重不足 在高雄呢 长青湖被称为台湾小溪湖 更是呢 高雄的保命水库 高雄的朋友们 你一定也都很清楚 但是告诉您 现在蓄水量也不到一半 每天的水位下降 长青湖的水没有了 变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粥 上面满是圆形坑洞 自来水公司说 因为主要提供高雄地区民生用水 蓄水率只剩下4成8 5成一半都不到 绿色和平组织更提出了惊人画面 包含了曾文 德基跟宝山第二水库的卫星的空拍图 跟两年前对照水库干涸沙漠化 全台神水现在要大作战了 包括了高雄的校园 也要从基本来做起 陈青湖的月楼旁明显看到水小了 露出大面积的泥沙 上头出现一个一个圆形坑洞 白露丝都可以漫步沙粥 这原本是支援民生用水的陈青湖 现在蓄水率只剩下4成8 算第一遍看到 所以今年旱災很严重 它应该跟日月潭一样凄惨 高雄没有大型水库靠着高坪眼取水 偏偏老天不下雨 让陈青湖这个高雄保密水库 水位持续下降 陈青湖没有湖只有沙粥 每天大概下降 大概三四万吨左右的一个水量 剩下不到这个一半左右 那因为它主要是补充 高雄地区的一个用水 全台多座主要水库蓄水量告急 从卫星空拍图看到 2019年的增稳水库还有绿地 2021年左上半露出了土地 德基水库淹没在水下的泥沙 大幅露出水面 保善第二水库蓄水面积大幅缩水 蓄水量充沛的三座水库 不过一年时间超过一半干涸 呈现沙漠化状态 不下雨就得省水 从校园做起 你可以先吸抹布的水 可以拿去拖地 然后拖地完还可以再浇荷 九成都是用省水水龙头 那使用量最多的是厕所 南台湾雨水不足 拉警报转成灯 四月要减量供水 民众也得从小动作开始省水 以免蒸走到没水可用的那一天 记者蔡仲勋 红夫人林志会 高雄某导